我们看下这个题目 是讨论函数f等于x4次方加2x3次方减5的反曲点与凹口方向 那么因为f'是等于4x3次方加6x平方 f'是等于12x平方加12x 那么把12x提出去 这是12x乘以x加1 那么当f'等于0的时候 这时候x是等于0或x是等于-1 那么f'是大于0的时候 这时候x的范围为x-1或x大于0 当f'是小于0的时候 那么这时候x是大于-1小于0 那么我们做一个表在这里 这函数的凹口方向情形我们列表如下 那么x等于-1的时候 这f'呢 这值是0 那x以0带入这里一样得到是0 那么从负穷大到负1之间 这时候f'是正的 所以凹口是向上 那么在x介于-1和0之间 这时候f'是负的 所以凹口是向下 那么在x大于0 然后一直到无穷大 在这区间 f'是正的 所以呢 凹口是向上 所以这里 那么f'是-5 f'呢 是-6 我们可以把它算出来 所以呢 我们结论 在这两个区间 这函数图形呢 凹口是向上 在这个区间 这函数图形 凹口是向下 那么x等于0 与x等于-1 会使得f'呢 是0 所以在这时候 会产生反曲点 那么x以0带入 得到是-5 所以0-5 这是反曲点 那么x以-1带入 我们得到是-6 所以-1-6 也是反曲点 这个答案